那我们进为两难的工作这一期来到这个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 这本书还是相对比较好读的一本书, 那大概总的来说一下,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克劳福德, 那他是怎么从一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哲学的政治哲学的一个博士, 然后变成了一个维修店的修理工, 并且他在这样的转变中其实收获了非常多, 也许我们在工作中很难听到别人跳出来去看, 特别是我们的这种有点偏白脸工作的这样的一些看法, 那当他的身份转向这个摩托车修理工的时候, 他就首先他的视角更独特了, 他从一个这个知识分子转换为一个这个体力劳动者, 那他对这两种工作给他带来的一个变化, 包括他对这两种工作的体验, 那其实我觉得是非常的有借鉴和参考意义的, 所以我这一次的这个主题阅读的名字叫做, 在真正的投入之中, 生命之美终将展开, 那这个也是我很相信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真正的不管是投入到我们的工作中, 还是投入到一件事情中, 我们用我们自己所有的创造力去解决这些真正的问题和难题的时候, 在这个中间, 我们会跟生命产生一种对话, 相当于说我去跟生命本身进行一个有来有回的这样的一种互动, 我把我的观点抛给这个世界, 但是世界会回应我, 他们对我的一个看法, 他们对我产生改变, 那在这样的一来一回中, 我会悟出整个生命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它中间真的美的, 真的我觉得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认为在这样的投入之中, 生命的美才会向我们展开, 那这是我今天想要阐述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就是整个我们的这次分享, 我们会有三个部分, 因为摩托车修理店的这个未来工作哲学, 它当然有很多摩托车修理的内容, 包括这个人是作者, 他是怎么从摩托车之中, 他不断的修炼, 不断的精进, 他遇到了一些问题, 他怎么样去解决, 那这样的, 其实这个公众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说, 可能启发性没有说, 我列出的这几个问题这么大, 那首先我会着重的从三个部分去发散, 那我想引入一个观点, 就是说在作者克劳福德他看来, 那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 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落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随着我们的整个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 包括是说, 我们的整个一个社会的观念呢, 他肯定觉得说, 获得一个很高的学位, 那这个人他才真正的会有一个立足之处, 那是不是包括一些很流行的话, 说不吃学习的苦, 你就要吃生活的苦, 好像是我们如果不学习, 不去从事这种知识分子的工作, 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但是当我们所有人都去在学习的这个, 就用些流行的话说, 我们在学习的这条赛道上去拥挤的向前的时候, 那整个我们其实也迎来了一个相对来说, 知识分子比较落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我们没有很难, 你很难因为你受过多高的教育, 而随后你就在你的工作中获得相应的尊重, 那你懂得也许并不比你周围的其他人懂得更多, 那其实对于今天的工作现状来说, 是一个比较消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克劳福德他认为一个摩托车, 成为一个摩托车的修理工人, 对他的意义来说可能比一个成为知识分子, 然后成为一个主流社会认为的比较高阶的一个行业, 那他的意义是更加的丰厚和丰富的, 那首先我想从他这三个部分去看我们能从中收获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启发, 那我觉得最有启发的三个部分就是说, 第一,一个人从模式,从博士生到修理摩托车, 这个路径到底是怎么转变的呢? 就是我一直以为, 这个比如说作者他一直以为, 是哲学是他人生中的灯塔, 他一直觉得他要成为一个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这样的一种形象, 那他去成为摩托车修理工的这个过程, 这个转变的链路, 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有非常多的细节, 是可以去发现去借鉴的, 那这个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从业余到职业何以可能,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爱好, 我喜欢画画, 然后我喜欢做饭, 我喜欢做木工, 这些都是我的爱好, 但是如果成为一种职业的话, 首先是我缺乏看见这件事情的信心, 我怎么知道我成为一个木匠之后, 我能做成什么样子呢? 如果我成为一个木匠之后, 我后悔了怎么办?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有一个关键的元素, 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的, 那这个我也会在第二部分去详细给大家讲, 分享到, 那第三个阶段我就想分享的叫, 一种真正投入的生活图景, 我想从这个图景的反面, 就是那些不真正投入的人,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以及我们是不是在今天, 还能找到这种真正的投入之下, 我去工作所给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反馈, 那这个反馈它到底会对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就不能按照现在的这样的工作去生活呢? 那这样的工作跟我想象的那种, 我很热爱的可以给我带来丰厚心理感受的工作, 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 这个我们也会在第三部分去分享到。 好的, 那我们可以首先来看一下隐言, 就是我想从一个角度切入, 就是说心流的角度, 因为就很偶然, 几年前我们做行动的时候就接触过一本书, 然后叫做心流, 然后这是一本心理学的书籍, 这个心流的概念很简单的, 就是它就是指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然后我们非常投入全然忘我的一种状态, 然后这种状态下可能你一下看, 哎, 刚才还不是两点吗? 现在怎么四点了? 但是我完成这件事情, 我就有一种走在路上, 我好像弄得笑出声, 然后整个我有一个很充满能量, 然后很满足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那我相信这样的感受, 我们肯定都体验过, 那比如说拼完一个很完整的, 很宏大的一个乐高的时候, 那个时间的流逝是很快的, 然后包括剪辑第一个视频作品, 我都能想起来就是我可能刚工作的时候, 然后那会儿还就是还没有用剪映, 可能是用那个Final Cut Pro去剪我的那个做饭视频, 然后剪完了之后, 我就一边洗澡一边很开心, 就好像有点像笑出声的那种感觉, 包括费琴忘食的画一幅画呀, 包括有的时候我刚对游泳上瘾的时候, 我去游个五公里十公里的时候, 就是会给我们带来一种非常充满成就感的一个瞬间, 就是这个时候, 我不需要他人的肯定了, 好像我就能自足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但是很快就是当人们进入到职场中的时候, 我们这个满足感的预知好像也随之提高了, 那你拼第二个乐高的时候, 肯定没有拼第一个的那样的一个进入状态, 除了很少的很匠心的很专严这个乐高玩具的人, 那有可能我画了两幅画, 我发现都没人点赞了, 我就就是没有创作下去的动力了, 然后我做短视频, 我做自媒体吧, 然后我做了五个十个, 就是优秀的人很多, 然后整个视频被卷到这个平台的洪流中, 也是很快的就是会没有办法给你带来这样的心流的一个感受了, 那我们是不是能在职场上, 在我做的这件事上, 在我每天花八个小时在的这个职场中去寻求这样相似的心流呢, 据我观察, 可以一直持续的满足的在职场上获得这样的心流的人确实不是很多, 那如何能在这样的工作中去找回心流般的一个感受, 其实是我们的这个作者, 它是一件很有发言, 在这个上面是很有发言权的, 那我们回到这本书啊, 就是说克劳福德, 其实他是一个起点很高的人, 他毕业是芝加哥大学, 然后他获得了一个政治博士的一个学位, 那毕业了之后呢, 他也去到很有声望的一家公司啊, 在华盛顿一家叫智库的公司, 让他担任这个执行的董事, 但是这份工作给他带来的其实却是一种非常负面的一个感受, 首先他没有对这份工作有任何的一个认同感, 他没有办法向别人说我是一个智库的董事, 说出来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一样的感受, 为什么? 因为他的实际内容, 工作内容对他来说是非常失望的, 比如说克劳福德他的一个工作的内容之一, 是针对这个全球变暖提出各种论据, 这个事情听起来挺有意义的嘛, 就起码我在为保护环境做贡献, 但是事实却是我提出的, 克劳福德提出的这些论据, 必须要符合石油公司的立场, 因为石油公司为我为这个公司提供了资金援助, 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这件事情其实也跟我们现在的生, 就是工作中的很多体验都相似, 就是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违背良心, 有点违背道德, 但是大家都这样, 好像也没什么, 我相信这种有一点点违背道德的感受, 其实是会给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信心, 带来很大的影响, 包括满足感和收获的, 那克劳福德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得到自由, 是因为我们得到工作, 是因为我们都更追求自由, 我们懂很多很多的知识, 我们在道德的方面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那正是因为我们很努力, 然后我们却得到了这样的一份工作, 它代表着我道德的水平还处于平均之上, 它代表着我很懂, 但是得到了这份工作, 却让我迅速的失去了自由和道德, 这是一个好像大家广泛接受, 但是你实际去想, 去非常违背常识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才说嘛, 说工作就是工作, 享受工作其实很难啦, 你很难像一个农民那样去真正的享受你秋收的果实, 但是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过时的观点嘛, 我们有没有机会从这样的一个道德感的愧疚中, 从这样对工作的失望中去找到其他一种路径, 这个也是我们会在后面去分享的, 那再回到这本书啊, 就是说这本书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 它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切有什么帮助吗, 就尽管摩托车, 就是不是修理摩托车的这件事情, 看起来有点像是很多年前造成轰动的那个北大学生卖猪肉啊, 这种就是有点像是电视新闻, 关掉就好了, 跟我的生活太远了, 但是实际上对我们这些人来说, 如果我们可以知道, 它究竟是如何实现这样的转换的, 这样的转换中一定充满了纠结, 一定充满了细节的可参考性的对象, 那对我们今天, 如果是你想改变你的工作现状的, 我相信是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第一部分, 就是从博士生到修理摩托车何以可能, 可以先从一个问题切入啊, 就是如果放弃你现在的工作, 不考虑任何外部因素, 你最想做什么, 对我来说可能是做这个厨师, 或者是做写作者, 因为我感觉我是可以在这两项工作中找到心流的感觉, 找到这种很丰富的满足感跟创造感的, 那对于大家来说可能, 比如说有人喜欢手工啊, 他是不是想当木匠当农民, 那是不是当我们真正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又觉得哦太难了, 还得财富自由, 等财富自由了之后, 我才能做这件事情, 那老福德其实他给出了一个反面了, 就是我们可以仔细去看说, 他从博士生到修理摩托车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啊, 首先一切其实起源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就是我们可能都有这样的体验, 15岁的时候克劳福德他就第一次走出了他的生活的社区, 那他那个时候在一家宝石姐修理店工作, 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呢, 就是因为一个男孩子15岁, 然后他路过一个修理店, 他觉得哇好羡慕, 好想去近距离的接触那样的一个宝石姐911, 那就是这样一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肤浅, 很幼稚的这样的一个契机, 让他第一次接触修理这个行业, 那十几岁的时候他就在同事的帮助下, 去尝试改造这个马达, 那个时候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份工作, 一份社区工作, 他可能帮助我更快的独立,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过说我要成为一个修理工人的, 这是最开始的时候, 但是事情的发展其实是充满了意外和不如预期想象的那样的, 那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克劳福德他接触到了哲学, 他觉得哲学为他点亮了人生的一盏灯塔, 他想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那他在芝加哥大学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份硕士的课程, 一年的硕士课程, 那他也希望说能够学以致用, 去成为一个精英的分子, 于是他接受了一份十薪十美元的一个律师的工作, 和一个十薪十五美元的一个补习班工作, 但是他在这样的工作中交替进行了, 他觉得精疲力尽, 那在这个时候又有一份转机来了, 他又得到一份信息检索的工作,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他可以通过这个工作去了解最前沿的知识, 那这个知识还可以帮助他去进行自己的一个哲学的研究, 但是没想到, 这个工作内容却跟他想象的大相径庭, 他以为这是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可以先简要介绍一下, 就是他到底做什么, 就是他每天要阅读学术期刊文章, 并为他们撰写摘要, 但是一个很悖论的情况又出现了, 如果我要通过一个一百字两百字很精简的话, 去为学术期刊撰写摘要的话, 那我不是读一遍就这么简单, 我要前前后后反反复复的读这个文章, 我才能为我写的摘要负责, 我才能提炼出他所谓的中心思想, 但是工作上, 工作又有一个KPI的要求, 就是你刚来好啊, 你每天十篇文章你写摘要, 但是如果你半个月之后, 你每天必须十五天了, 直到最后的时候, 他每天需要阅读二十八篇学术期刊上的文章, 那为了完成这份任务, 他不能仔细去读了, 他必须要压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能力, 因为他想的越多, 他就越疑惑, 啊, 这个文章到底想了什么, 他就越没有办法盖到其中的论点, 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速度, 所以他只能快快地读, 他只要有了想法, 他就写在前面, 因为如果他读的越多, 他就越没有信心, 那在这样的工作中, 对他来说, 他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其实是受到了被虚弱的, 那这个肯定是在暗中没有办法去激发他在这个整个的创造力跟想象力的, 但是到这里还没完哦, 虽然工作一直给他不好的感受, 很累, 没有意义, 很虚假, 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的学术梦想, 后面他在芝加哥大学, 获得了这个政治思想史的一个博士的学位, 他还想继续进入知识分子圈, 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机会来了, 他想要去, 他得到了这个去智库工作的这样的一份经历, 即使在他毕业的时候, 当他近距离接触学术圈层的时候, 很多很多糟糕的体验, 包括发言的不平等啊, 包括学术圈居对于这个, 不同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抵触啊, 其实让他又一次退却了, 放弃了做教授的想法, 他也通过修理摩托车去进行了逃避, 他发现这种实时在驾的摩托车啊, 包括这个很明确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跟要求, 可以忘记他在学术圈的这样的糟糕的体验, 但是当他得到智库的这份工作的时候, 他还想再试一次, 因为对他来说, 这还是一次我能够通过我的学习去学以致用的, 这个时候他得到他的第三份工作, 就是智库的董事, 那就像我们在开头说的那个样子, 他在智库的工作中, 他感觉很疲倦, 很没有意义, 哪怕这份工作是一份高薪的工作, 但作者对这份高薪的工作, 其实他的理解是非常有动静的, 这个我们之前也在工作的意义上, 那本书的作者中也提到啊, 就是跟我们的理解还很不一样, 高薪工作, 为什么高薪啊, 在他觉得不是因为你很厉害, 不是因为你知识很高, 而是因为你这份工作太无意义了, 所以我社会补偿给你这份高的薪水, 让你有能力在, 让你愿意为了钱, 在这份无意义的工作上继续下去, 那在英文中, compensation这个词语, 它既表示补偿, 也表示薪酬, 也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这份工作, 高薪的工作也许很消化生命力, 所以社会补偿给你个更高的薪水, 就好像是一种潜规则一样, 那相对而言, 我们可以看到说, 是不是医生啊, 包括服务业这些, 当你把工作分为很多细碎的细节, 当你在工作中, 其实可以满足你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那你更少地产生这种无意义感, 包括修理摩托车, 所以我不需要这份精神补偿了, 我只需要拿到我应有的这个份额,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洞见的, 这样的一种对高薪工作的表达, 这个话你的同事是不会说给你的, 你的同事是没有办法看清的, 但是当你跳出来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它的道理性, 那也就是在第三份工作失败之后, 他开始真正思考人生的路径, 他积累了足够多的, 对于整个工作的一个失望的感受, 那在五个月之后, 克劳福德其实就辞职, 然后开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店, 那最开始的时候, 他租了一个一百美元的一个, 租金一百美元的一个仓库, 这个仓库是跟其他人合租的, 然后整个上了一个废墟的感觉, 然后上了一个修理店啊, 然后包括他的整个店里面, 杂乱无章的这种气息, 然后很潦草的, 这个是他对创业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景象, 然后他的邻居也跟摩登大楼的那些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的邻居包公头, 然后随时都在服用着大麻, 马飞, 然后仓库有一个醉汉, 总是一山不整的来来回回地走, 那包括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人, 来自伊拉克的一个建筑的管理者, 然后整个环境, 当你进来的时候就觉得, 这里好像弥漫着一种, 非法的气息, 但这样的环境, 确让克劳福都感到非常的安心跟自在, 他觉得这里符合他对自己的定位, 他要的是真实的东西, 那改变呢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什么我们花这么大篇幅去讲这个改变啊, 其实我想分享的, 也是想提醒我自己的就是说, 很难的成为一个你想做自己的事情, 很难的, 你不是一下想啊, 我就有勇气去做了, 你要经过不同的工作, 各种各样工作的失望, 然后在这样的失望中, 在这样的沮丧跟挫折中, 你才能知道说, 才能给你勇气, 给你一个决定的信念, 就是说我不要做这个, 我要做其他的, 那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看到别人说, 这个人好像做了一些不符合常理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这背后都是非常多的挣扎, 非常多改变的路径的, 所以我希望分享的就是说, 我们不用对自己的一些犹豫不决, 或者是觉得自己好像永远改变不了, 其实不是的, 每一个人都是在这样的反复中, 挣扎中, 纠结中, 才慢慢慢慢看清了这样一个道路的,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洞察的一个分享, 就是这个作者的一个分享, 就是说从业余到职业是何以可能的, 包括我们如果想改变自己, 究竟那个最关键的元素是什么, 我觉得除了积累, 这是今天的积累, 技术的积累, 你想成为那个工种, 你是不是有足够的技术跟经验, 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方面, 叫一个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就在你的身边, 他做着一种, 他过着一种你想过的生活, 那这个之前, 我跟朋友抱怨说, 我不太想做这本工作的时候, 他给我的一个建议是, 你看一看你身边有没有你想成为的人, 你的领导, 你觉得很厉害的人, 他的生活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 如果连这个行业里最优秀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 都不是你想要的话, 那你可能真的要考虑一下说, 这份工作是不是要值得继续下去, 那很多时候嘛, 我们都会觉得工作挺没意义的, 然后摆在面前, 那是接受这个是一种常态, 还是说, 我相信我能改变这一切,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第一个岔路口就被筛选到了, 就是,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这件事情, 你刷小红书, 然后很多同志化的推荐啊, 告诉你千万不要辞职, 千万不要, 大环境不好, 千万不要做这些决定, 这个这种抱怨最容易看到的, 这个时候肯定是积累了你的恐惧的, 所以另一个关键的推动力才很重要, 就叫一个想成为的人, 那这个想成为的人绝不是一个传奇, 也不是天才, 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这个人也许就是我的前同事, 然后我们曾经在一个起点上, 我们都在各自间, 但是他做了改变, 他的生活是你想要抵达的, 你看到了他一路的改变, 这种看见, 你身边人的一些看见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力量, 他可以直接赋予我们改变的一个动力, 那对于克劳福德来说, 我们回到这本说, 到底是什么给他带来了这样的改变呢? 两个人单词重任, 一个是茶丝, 一个是弗雷德, 茶丝呢就是, 之前我们不是提到说, 克劳福德他15岁的时候看到一辆保时捷911, 他很兴奋, 然后他就进入了这个, 去打零工, 去这个做修理工嘛, 然后他17岁的时候, 他的一个马达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别人都秀不好, 只能找这个行业内的茶丝, 那别人说, 哎, 你去找茶丝吧, 茶丝是可以秀好的, 这个是给他们俩的一个结实的机会, 那茶丝是一个受过正规训练的一个修理工, 他曾经在, 他们当时所在那个区的一个最老的一个大众改装车店, 的一个不见柜台工作, 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充满个人魅力的人, 那他曾经是古典的吉他乐手, 那他也是佛教徒, 他又是素食者,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是特别有魅力的, 然后他一个枪械迷, 然后呢, 他也给, 在跟克劳福德交往中, 他其实给了克劳福德一种力量, 就是说, 你可以远离那种看着很体面的东西, 你可以来到我的世界里, 我的世界里是充满着金属带来的一个快乐的世界, 你看我在这个世界里多么的沉醉, 如果他像克劳福德展示的一种途径, 就是你做一个修理工, 你沉浸在其中, 是很好的一个, 起码是克劳福德认为在他的世界观中, 很好的一个想象的途径, 那查斯他对自己的工作当然也是很敬业的, 我们不要想象说修理工, 就是跟今天4S店的修理工, 其实很不一样的, 那老牌摩托车有非常非常多的细碎的问题, 比如说, 首先他量少嘛, 然后他型号很多, 然后他出现的问题是各种各样的,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你是要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 你要了解这个摩托车运转的真正的逻辑是什么, 你必须要去联系你的所有知识, 去解决这个摩托车出现的问题, 那克劳福德看到查斯在修理的过程中, 甚至很满意地咯吱咯吱笑, 他觉得印象很深刻, 他看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在工作中, 很数次地抵达一个心流, 一个无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那这种触动对他来说, 是很有别于今天的人对于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悲观的感受的, 那另一个人也是向克劳福德展示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途径, 就是弗雷德, 有一次克劳福德在修理摩托车的时候, 他被这个启动电机拦住了, 然后他的维修经理说, 你只能去找弗雷德了, 是咱们这个行业里只有这个人能帮上忙, 我们也可以从这里看到就是, 当你成为一个你很投入的进入你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受你同行的一个尊敬的, 这种尊敬也是一个工作满足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 那也是不负众望, 就是正如这个维修经理所料, 弗雷德他就向克劳福德展示了,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维修的专家, 他是如何去解决克劳福德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那在弗雷德的这个整个的行为中, 他对维修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热爱呀, 对维修工作的这样的一个钻研, 让克劳福德觉得, 多见呢, 这种美好的生活甚至是不真实的, 这种可以全然投入到生活中所带来的这种满足感, 似乎是他想的, 想都不敢想的, 所以后面克劳福德说, 每当他在智库, 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每当他感到失望, 感到很束缚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一个独立工匠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弗雷德查斯, 总是浮现在他脑海里, 这形成了一种对自由的具体想象, 具体想象这个很重要, 当我们, 比如说, 我喜欢做饭嘛, 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厨师的具体生活, 因为我离他太远了, 那我也看不到我成为一个厨师的路径, 我看不到究竟一个厨师他是很辛苦很辛苦, 很讨厌做饭了呢, 还是说他还是可以真的很热爱这个事情, 这个是很难想到对我来说, 但是一种很自由的, 一种对自由的具体想象在这里很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要去生活中去看周围的人, 看你想成为的那个人, 接近他的生活,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改变其实是非常大的, 包括今天我们去看弗雷德的故事, 看克劳福德的故事, 他对我们的改变永远都没有坐在你旁边的那个人,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对你的改变大, 那这个也是提醒我, 说可以把视角去看向周围的人, 看向那些你想成为的人, 那这个是第二部分我主要想分享的, 那我也想分享一段话, 这段话就是书里克劳福德说的, 他说通常的情况下, 会有有血有肉的真人, 来亲自证明那些观点, 你会对他加以效仿, 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会让你充满活力, 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在这个令人激动的过程中, 世界会变得越来越清楚, 你的判断会变得越来越真实, 这是全心投入所做事情带来的体验, 一种在他人的帮助与陪伴下, 融入身外世界的感觉,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呢, 我在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收获就是说, 没有一条直路是通往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的, 我们往往也要经历一条很迂回很曲折的道路, 而且我也很难从我现在的位置看到那个未来是什么, 很难看清的, 那所以这些有血有肉的人, 这些真人, 他给了我们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活去慢慢地揭示, 我们应该以什么为目标, 我们应该怎么实现我们的目标, 以及当我们实现了我们的目标之后, 我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那这个是我想分享的第二部分, 那来到最后一部分, 最后一部分就是回到我们的主题, 在真正的投入之中, 生活之美中将闪开,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真正投入, 真正投入, 什么是真正投入呢? 我们可以从法利去看, 法利其实有点扎心的, 就是说, 克劳福德他在文章中他引用了一本书, 这本书也很有名, 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 然后这个书里面他描述了一群很年轻的修理工的一些图景, 别说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挺随和挺友善的, 然后, 但是他们没有全身性的投入在工作中, 你可以看到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换来换去, 走来走去, 他们接过别人, 递给他们的扳手, 漫不经心的去根据步骤去进行, 这样的一个维修工作,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没有认同感的, 他们也不自豪于说, 向别人介绍, 我是一个修理工这种话, 那真正的投入正面是什么呢? 正面是说, 我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是我很认同我的工作, 那克劳福德他在文章中他就提到说, 当我说我是智库经理的时候, 我没办法向别人解释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什么, 因为那样的工作总是带有一些, 对他来说一些无意义的成分啊, 一些虚假的成分的, 那我们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 一般来说的话, 你见到一个陌生人, 很多时候你是, 工作是一个你很重要的标签嘛, 哎,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这个这个这个的, 那当你说我是一个产品经理, 或者我是一个基金经理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内心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 你是不是很认同自己的工作, 都不说自豪, 就是说你是不是觉得, 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你是内心毫不排斥的, 那其实这个会影响到你对这份工作的一个认同感, 和一个投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 那当我们完全认同自己的身份之后, 我们才可能进入, 投入这样的一个层面, 我们才会拥有一种意识啊, 这个意识是, 我要对我的工作内容负责, 因为如果我只是一个旁观者的话, 这份工作中我真正面临的问题, 永远没有办法向我凸显出来, 只有我认同我的工作, 只有我进到这个行业里, 我才能对我出品的东西负责, 对我对世界的整个影响去负责, 那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就是, 在真正的投入之中, 我们是会彰显我们自己的美德的, 其实现在说美德好像一点过时了, 就是没有人通过美德去面试你, 面试的时候没有人提这件事, 道德什么的不重要, 牛才是重要的, 成绩才是重要的, 就像汉纳艾伦特说的那种, 年龙之恶, 如果所有人都做这件事, 如果恶分得很小的时候, 其实每个人都能毫无愧疚地, 成为恶的一分子, 我们可以联想这样的一个路径啊, 就是在一个人, 如果我是一个文案吧, 假如, 然后我给那个医美公司系广告, 然后我说, 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项目, 然后如果你不做的话, 你很可能会被社会抛弃, 那另一个人他看到这个广告词, 他觉得我太有年龄焦虑了, 我一定要做这个, 但是因为他盲目地去, 甚至没有加辨别地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外观, 甚至他面临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些医学风险的时候, 这个写文案的人觉得, 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这里这个恶被分得很小了, 他如果我真的认可我的工作, 我必须要为此负责的时候, 这种道德考温是很重的, 是不会缺席的,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 从克劳福德的一个工作中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他最初进行维修修理工作的时候, 他很困扰计费, 他觉得那个, 他觉得自己做得很慢啊, 他觉得自己可能熟练工作五个小时的工作, 我得做十个小时, 所以当他去, 比如说一个摩托车拿过来修, 然后他说一百美元一小时, 那当他自己, 他用了五个半个小时去修理这个摩托车的时候, 他觉得他拖慢了进度, 觉得有的时候好像对细节太投入了, 反复的检查其实也没有必要, 那他给这个真正付钱的人, 他只系两个小时, 其实这是一种我觉得很稀少的一种美德的一个彰显, 就是当我真正投入这份工作的时候, 我会很纠结的, 我纠结我做的是不是足够好, 我纠结我跟行业内的人的这样的一些平均值, 不想, 也不说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吧, 就是不愿意去做那些虚假的事情, 那这个中间其实给他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正的反馈, 那也是在这种工作的投入之中, 那他花了五个半小时, 但他只击费了两个小时, 其实对他来说很不值嘛, 他觉得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这个时间其实就是一个他跟生活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在修理某个部件的时候用了太多的时间了, 我太纠结了, 这个对他的性格都是一个正向的一个纠正, 他会不断留意自己之前犯了什么错, 后面不能犯什么错, 这依然是一种美德的体现, 这也对他工作的精进特别特别的有帮助,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我们之前提到的在看跟做之中, 反复达成了我们跟世界的一种对话, 因为我很认同我的工作, 我很认同我是一个摩托车修理工,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不是说我只是来做个私活, 我只是来帮你打两天杂工, 收两天盘子, 我的身份就是一个摩托车修理工, 所以我要面对世界对我的真实的回应, 当世界对我产生负面评价的时候, 我不能假装这个事情没有发生过, 并且当我真的解决了跟我一样爱摩托车的人, 他重新把他的这个老式摩托车去踩向这个油门的时候, 那种很真实的幸福和快乐, 其实克劳福德是感同身受的, 这是一种很强烈的一个回报, 也就是说我们对工作的这个认同感啊, 他让我对世界做出一个回应, 他让我真的跟世界交流了, 而不是身陷孤独中, 不是身陷虚无的一欲之中, 那克劳福德看来, 当我们跟世界做出这样的回应的时候, 我们的眼睛就像鹰一样, 是越来越敏锐的, 我们看得越来越轻, 我们很容易叨住那个重点, 然后我们的行为会越来越得体的, 这样的配合是在看和做之中反复达成的, 我看到了世界对我的回应是什么, 我去纠正我自己的做法,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 其实是可以去深化一个人, 他作为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力的, 对世界的理解力, 对自己认知上的一个缺陷, 你看到你的缺点是什么, 这个是很难得可贵的, 当然在今天的工作中, 我们是想要把工作跟生活尽量分开的, 所以很多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去度假, 然后去山林里, 去修正, 去恢复缘起, 这是一种二分法, 但是这样的二分, 虽然是很惯常的一种二分法, 但是它分认我们这样的一个, 作为人的一个创造的能力, 去跟世界对话的这样的一种能力, 但是在修理摩托车的过程中, 作者完完全全感受到了一个, 身为知识分子, 没有办法带给自己的那个部分。 它甚至感觉, 自己的创造力, 完完全全超过了学术研究时期, 它在修理摩托车的过程中, 让它成为了一个更清闲, 更理智的人, 它可以眼观六路而听八方, 把卧台生活的一个拳击, 这也是我们在开头的时候, 所提到的做的这个观点, 就是说在知识分子, 接近于落寞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也许做一个体力劳动工作者, 在体力劳动工作中所获得的那种体验, 是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带给不了你的, 它纠正了我们的一个视角的偏见, 不要觉得农民, 不要觉得修理工, 不要觉得服务人员, 他们就是在做守活, 不是的, 他们是动用他们的整个手, 整个身体, 整个身心去感受这个世界, 去不断地纠正自己的, 虽然今天我们更强调自我, 但是我其实很认可克劳福德的这个观点, 就是其他人的出现是相当必要的, 并且他能够促成你今天的自己, 那克劳福德也在这个修理摩托车的过程中, 在跟世界的交往中, 在看到做更反馈的这样的一个反复之中, 去看到了生命的一种美, 他的工作也向我们证明了一个道理, 就是当一个智库的董事, 可能真的是没有做一个摩托车修理工, 不是确定没有, 却绝对没有做一个摩托车修理工能, 给带给自己东西更多的, 职位前工作的这个, 这句话可能只能欺骗自己, 但是到最后你不得不承认, 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职位前工作, 所以分享到最后, 其实我想提醒大家, 当然最重要的也是提醒我自己的, 就是这句话, 人没有办法职位前工作, 否则就永远地陷入一种一般性的力量之中, 这个一般性的力量就是我们很容易在工作中看到的,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你不让我做那些我完全不做, 我只能花费两个小时在这份工作上多了的, 我很讨厌很厌恶, 这当然不全是我们的问题, 是这个整个工作它带来的一种无意义感啊, 它对你带来的一种消磨, 那这样的一般性它带来了一种很负面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永远只能完成规定的动作, 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我只能做恰如其分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没有办法释放自己全部的一个创造力, 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活力的, 没有办法调动我的全部感官, 全部身体, 去做那件我想做的事, 去改变, 然后去从中获得收获, 所以还是那句话嘛, 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但是改变的意愿, 其实是可以不断加强的, 那我们在这个, 不管是从克劳福德的经验中啊, 还是从各种身边的人的经验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 包括今天听这个分享, 它带来的改变是很小的, 不可能期待说听了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后, 我就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完整性的改变, 但是你改变的意愿是可以加强的, 你可以从中探清更多的东西的, 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不断地去读, 去看, 去找寻, 然后去急取养药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那后面我们也可以讨论讨论一些小问题啊, 比如说你最近的一次心流的感受是什么, 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你对下一份职业有什么样的想象, 或者有谁可以介绍一下你身边的一些真正的身边偶像, 就是他的生活是你想过的, 甚至是很简单的, 就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 你是做什么的, 如果你觉得他很有意义那很好啊, 如果你觉得他可能有瑕疵的部分都可以讲, 这个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今天去讨论一下, 看看有没有谁想开麦说说, 那我就开麦说了哈, 嗯, 好, 那我分享一下我的个人经历, 我最近呢, 我是去年考的导游证, 然后今年拿的, 今年考下来的, 考就是带团有带了有半个月了大概, 嗯, 然后可以听到我嗓子已经哑了, 带团带的, 导游带团带的, 然后我讲一下我个人经历, 就我这两天的一个所见所得吧, 就是老年, 我带的是老年团你知道吧, 那老年团呢就不好带他们各种事情, 然后又突发情况, 所以说呢, 每一个行业都有其背后的辛苦, 我以前觉得导游很好看, 然后就讲一讲故事就行了, 讲一讲历史文化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事实, 事实远远大于你的想象, 你干了, 你才会知道这些行有多精心, 我们导付费是不低, 一天能挣个三四百块钱, 但是那三四百块钱就是辛苦费, 我看病都不止这个钱, 知道吗, 所以说很多时候, 你看着别人的工作很光鲜亮丽, 背后有多少心酸酷处, 只有自己知道, 我本来我这个人是比较偏重学术一点的, 但是我本身没有任何学历, 我是一个大专生, 毕业七八年了, 然后的话呢, 有点困了, 思维跟不上脑子了, 然后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学术, 学者性的任务, 做学术, 做一个纯粹的学术人, 然后推广一些学术的东西吧, 就让大众去了解一些学术的东西, 然后那个名侃没有那么高, 因为现在学术界大家都知道, 无缘瘴气, 然后人的发挥也很严重, 对, 这就是我个人的经历, 然后我准备以后去考个研究生, 然后去干考古去, 因为我的理想是干考古, 我最大的理想是停下大头, 对, 睡觉的话确实会有问题, 我晚上都是十点睡, 早上五点多钟就起, 有时候起到早三点钟就得起来, 对, 生活中是比较紊乱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确实想干导游的话, 就不要做全培, 做地培, 做地培, 讲一些历史文化就行, 其实他们都觉得全培最好带, 最不好带的是全培, 最好带的是地培, 地培你只要有知识量, 只要你啥都懂, 只要你知识量够丰富, 就可以带, 全培就不是, 全培就是协调人际关系, 知道吧, 我认为人做人际关系协调不好, 就我今天去路远, 罗洋的那个牡丹园大家知道吧, 白马寺, 那边今天下雨, 下雨的话路都堵上了, 然后他们那边也没有做好运案政府, 政府没有做好运案, 导致客人都聚集在那边拥堵, 然后滞留, 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打了好几个电话, 然后有沟通协调的, 然后我说了一句, 他们河南的, 河南人骂人的话, 我说你个憋碎人, 对, 行, 就这样吧, 我不讲了, 请大家讲吧, 有点困了, 感谢这个新权的分享, 感觉是非常, 非常生动的一个经历, 而且也是, 相当于也是从, 就是高校是吧, 然后出来去做这个导游, 可以这么理解吗, 就从, 不是不是, 我出来毕业之后是, 我大专一新年毕业的, 我之前, 疫情三年, 我三年都没工作, 哦, 这样, 那所以这个反正也是一个, 后继不发, 暂时性的, 就是后继不发吗, 我以前虽然没工作, 但是我, 就我个人的说法就是, 我是一个吸血鬼, 吸血鬼, 吸尘在家里, 然后别人看不起我, 然后我现在, 他们就仰望我了, 因为我一天抖飞下来300, 最低度300, 最高的话就500, 到北京的话得1000, 我北京也能讲, 然后到深圳那边, 上北上广深圳的话都能讲, 那下来你看, 如果一天算500的话, 就光在南京一天500的话, 是吧, 你一个代表老师, 一个月能拿多少工资, 能拿多少万吗, 拿不到吧, 通常我以前没什么, 对, 就我以前确实没什么本事, 我只, 我只会看书, 只会死读书, 只会去学习, 没有什么交往什么的, 啥都不会知道, 我比较像我高校的生活, 就当一个老师, 然后教书语人, 然后做一个学者型的任务, 我位名不是叫, 就是学者吗, 嗯, 所以, 之后, 对, 之后就还是想去做那个, 考古相关的研究, 是吧, 我已经联系好了, 然后到那边直接去给他们面谈, 面谈完之后的话, 如果人家觉得合适, 就去考古队, 考古队一天下来也差不多这个数, 挺好的, 但初期没有这个, 初期达不到, 但是如果自己喜欢还是很好的, 对, 但是我现在最大问题你要是什么呢, 我想发论我发不了, 我可以写出来, 但我找不到去的发, 我没有当委的号, 还是得进到那个圈子, 行, 感谢, 感谢这个分享, 非常真实, 嗯, 还有其他朋友, 就是这几个问题有想聊的吗, 要不我先也分享一下吧, 就是我之前, 我其实已经有好几年都没上班了嘛, 所以也是挺有感触的, 但比如说像这个第一个题啊, 这个心流的感受, 其实回想之前, 我之前也做这个互联网产品相关的工作嘛, 就其实刚毕业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还也还挺流行这个产品啊, 改变世界啊什么的, 然后当时也是比较, 就刚毕业, 基本上大家工作的时候都是比较有热情的嘛, 就是想着自己的, 做的这个功能啊, 或者是产品可以有多少人用啊, 能改变什么, 但其实确实能有一小部分他是可以做到这些, 首先他如果能力很强, 然后如果运气也比较好的话, 他如果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项目, 他如果又能从头到尾, 如果做出一个东西, 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非常大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你很难有这样一个机会啊, 可能到最后就是一些各种的杂事, 尤其在公司里嘛, 就会有很多不同的部门之间的这种博弈啊, 然后你又不得不得不得参与其中, 然后你的项目呢, 也会经常的因为各种原因吧, 包括人事的原因, 然后公司的战略调整, 然后怎么样啊, 你这个项目也很难, 就是说你很难持续的去做一个项目, 可能你经常一个没做多久就要换了, 所以在这种工作中其实, 其实反正就我的经验来说, 还是挺少有这种心流的感受吧, 就可能你只是拿他做一个干一份活, 尤其是在工作几年之后, 当然我现在就没上班的话, 我就是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啊, 搞些内容创作啊, 写些东西啊, 还有做这个读书会, 那这个时候其实做的事吧, 大部分都是你自己想做的, 那你可以在这个创作过程中呢, 还是会有一些沉浸感的, 包括你可能像我之前有时候, 如果说上班那种加班的话, 就有时候你也会自己的鼓动所谓的加班啊, 就比如说你, 比如说准备一个读书会的时候, 你可能会超出你原本的预期, 就你可能原来想准备多久就可以啊, 但实际上你在搜这资料啊, 或者是去想怎么去分享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超出你原本这个打算, 然后这个中间呢, 也会是有一些沉浸感的,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我最近也在尝试的东西啊, 就是做那个自然笔记嘛, 就是去画一些, 比如说画啊什么的, 当然我是没有经过任何专业训练的, 我就是自己拿着这个彩签去画, 当然可能看一些视频啊, 但是画画的这个过程其实也蛮神奇的, 就本来我也谈不上, 其实我也谈不上对画画本身有多么大的兴趣吧, 是觉得还蛮好玩的, 然后反正也不是专业的, 也没有什么压力什么的, 那就自己随便画呗, 但其实你在画画的那个过程中, 特别是你画这种自然笔记, 你是需要非常细致的去观察一个植物的, 像比如说我们之前看一个植物可能拍张照, 然后就走了, 但是你画的时候你会要仔细去看, 比如说这个花, 它的花瓣的这个颜色怎么变的, 它的雄蕊瓷大概有多少, 然后是什么颜色的, 等等等等, 那些质干是摸上去什么质感, 然后你要把它被信息, 以及你的那些观察落到纸上, 那你在画的过程中, 这个体验是非常, 我觉得是可以用心流来形容的吧, 就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周边的那些人啊, 或者什么的, 你的注意力就全在你眼前的这个植物, 以及你的笔上, 那这也是一个很有, 很有意思的体验嘛, 所以我也能明白就很多人他可能平时业余啊, 也喜欢图图画画的, 感觉也是一个假设他工作压力很大的话, 他这种心流可以带来一个平衡, 对, 然后, 然后我读这本书, 我再讲一下我读这本书的一些感受, 像刚才若南其实提到了很多点, 我都非常认同, 尤其是, 比如说你需要找到你这样一个周边的一个榜样, 然后你看到他的那个状态, 然后你可以向他去学习, 还有就是修理工这样一份工作, 就像我们平时经常会用这个蓝领和白领去做一个工作的区分, 就有时候会不自觉的觉得就是白领工作, 或者说支持工作者, 那他可能是更加要运用这个脑力的这样一份工作, 但实际上你看摩托车修理工, 他其实就像一个医生一样, 他是很依赖于头脑中的智慧, 而这些智慧他都是经验带来的, 他并不是说一个按照一个什么维修手册啊, 一条一条对着去做, 还有很多东西是直觉性的, 因为书里面也提到的, 就像修理工和医生他面临了同样的一个处境, 就是有很多问题, 他是一个非常模糊的, 他是没有一个按规章制度能解决的方式, 他需要靠你的经验, 需要调动所有的观察, 你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解法, 而且你要经常面对失败, 所以这个反倒是跟某些白领工作, 尤其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白领工作, 他因为分工特别细, 所以你做的只是很细的一部分, 而且基本都是按照一个流程化的东西去做, 包括哪怕像, 现在很流行做这个自媒体什么的, 他也是一个流程的东西, 标题你要登个模板, 你要怎么取, 然后你每一段要怎么写, 要找几个热点, 或者你做短视频, 几秒钟要有一个能刺激到人的这个方式, 那他这种反倒是他一个非常流程化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本书你放在今天的这个环境中, 尤其是最近这个AI这么活的情况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 这些白领工作, 就很多白领工作反倒是容易被AI替代的, 倒是像摩托车修理工, 他处理很复杂的一个情况, 他还要跟那个人打交道的这样一些工作, 反倒是很难, 只要在现阶段是很难被AI替代的, 所以其实这些工作, 他中间还蕴含了蛮多的智慧, 而且这种智慧是非常经验性的实践智慧, 所以我对, 包括可能我们每个人面对自己的工作, 也可以去好好想一下, 就是你的工作是一个非常城市化, 或者流程化的东西吗, 还是说你的工作里面是经常能靠你的一些创造力, 或者你过往的经验, 你可以有不一样的解法, 或者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使得你的工作可以更加独特一些, 我觉得这点是蛮有启发的, 然后还有, 对, 还有就是我觉得, 确实这个工作不能完全是为了赚钱, 当然赚钱是其中的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但是每个人可能, 就我感觉现在很多人都是想象, 比如说40岁或者多少就退休, 但实际上你的一生是非常长的, 就如果假设你是想象退休之后, 其实你那个时间怎么去打发, 会不会觉得无聊, 其实也是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工作对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要找一份工作, 或者你最终要做什么工作, 这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就你尽量还是要找一份你自己比较喜欢, 反正它能给你带来价值感, 能实现你自己价值的一个工作吧, 反正我个人的这个经历也是, 也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 当然有一位同学想分享哎, 喂你, 喂,可以听到吗, 嗯嗯, 你们好, 哦对对对, 我刚刚就是后, 后后半段, 进来大概8点20吧, 然后听了一下,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点想, 想讲述一下自己的这个近况, 嗯, 我, 我, 啊, 稍微再重复说起, 我我我我今天马上, 30岁, 然后, 然后, 目前其实也是比较惨淡吧, 也是, 嗯, 从, 从20年开始就, 断断续续的没有, 非常稳定正式的工作, 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嗯, 20年到, 23年吧, 就是, 大概, 呃, 比较阶段性, 间歇性的可能, 一份工作就半年吧, 或者就打打零工吧, 然后, 呃, 变成现在这样, 觉得还挺做可思议的, 我我我我以前初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 就, 开始好像是一个比较, 有理想的人吧, 那个时候, 看了一部日本的动漫, 叫GTO, 后来还有真人版, 然后里面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日本的老师, 然后, 他以前其实也并不是系统性的学过教育, 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他什么都不懂, 他以前就是一个, 小混混, 一个暴走足, 然后, 他机缘巧合去高中当老师, 但是, 我我觉得他可能是我心目当中, 最理想的老师的样子, 他, 嗯, 可以为了他的学生做任何事情, 呃, 非常义无反顾的, 然后初中, 那个时候就很受触动, 但是中考和高考其实非常烂, 呃, 成绩都很差, 所以也没有机会去当老师, 但是后来, 进了一个很很一般的大专, 但是在大专里大一的时候, 还突发奇想了, 是不是应该多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就误打误撞, 进入了一个青年志愿者服务部, 嗯, 这个志愿者服务部就是, 面对很多孩子, 有正常的孩子, 有测出的孩子, 测出的孩子可能有一些, 自闭症的宝宝, 或者一些糖尸综合症, 一些脑瘫的孩子, 然后可能就每周会固定的, 周三周五去, 去, 其实去到他们的学校里, 正常的孩子, 他们的幼儿园和小学, 然后测出的孩子, 就是他们的死毒学校, 可能是混零的, 其实去那边什么也不懂, 就只是和几个不同年级的同学一块去, 等于就是一个陪伴吧, 一起在操场上玩一会儿,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进到教室里面, 可能等孩子吃完午饭, 但是在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快乐, 那个时候每周周末可能还会有一个下午, 去到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里, 去陪他一起做做他那个时候四年级的功课, 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些相处, 算不算是一种心流, 因为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只是后来还是决定毅然决然的去从事教育, 但是资质资历也很一般, 所以就那个时候, 15年的时候其实也很困难, 要实行, 就虔诚无忧伤乱投, 结果就第一个找我的公司, 我就去了, 然后那个公司它是从事艺术教育的, 那其实我也没有系统性的学务艺术, 也没有系统性的学务教育, 但是可能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吧, 然后可能比较需要男老师, 然后去了才知道那个公司其实还规模挺大的, 然后就是从头开始做起, 从事艺术教育从15年到18年, 整整三年, 我觉得非常充实, 非常快乐,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有心流的吧, 就是不管是跟孩子在一块, 还是自己一个人备课, 做课准备课程材料, 或者做一些教室的布置, 那个时候都特别开心, 然后那个时候只有每周一是固定休息, 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觉得不够, 然后就会去到总部跟着教研组, 培训组的那些算是前辈一样的老师就学习吧, 所以那个时候全年无休, 但是非常快乐, 然后忙碌的时候可能一周有18节课, 或者21节课, 每节课可能是一个半小时, 然后可能多的时候可能会面对14到18, 个孩子, 然后我那个时候面对的孩子都是3到4岁和5到6岁的孩子, 他们可能就只是塗鸭, 塗鸭敏感气, 只是我只是去引导跟他们一块, 像玩一样很快乐, 但是后来离开了, 做了三年之后可能自己很心高气傲吧, 离开了, 然后离开之后我好像才开始发现, 原来以前自己确实太理想了, 就是被包容的比较好, 不管是父母还是那第一份做了三年的工作, 因为我一直觉得从事教育那就是面对生命嘛, 每个孩子背后还有一个家庭, 他们可能确实是家庭的核心, 在不同现实的不同语境下吧, 但是离开之后我去各种面试, 我发现好像无论这个教育的校外机构, 他们的规模是大事小, 大家好像并没有很在意说是从孩子角度出发的, 好像不是以人为本的, 那让我非常痛苦, 所以往往在面试的时候大家就谈崩了, 然后我可能就一直被觉得好像特别理想主义吧, 好像有的时候就比较假清高, 比较孤傲吧, 好像总是要坚持自己那微不足道的理念, 所以后来特别的沮丧,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特别希望可以去改变, 特别希望去改变, 后来就去做了课程研发和师资培训, 越又进到一些不同的幼儿园和小学里面去面对老师, 但是发现也很徒劳, 可能那个时候的念头就很轻狂吧, 很狂妄, 觉得好像自己的理念可能确实是更加适合的, 但是发现效果是很慎为, 很微乎其微, 然后也经历了很多不同的学校吧, 除了因为我后来也去考了教师资格证, 后来也又去华士大念了一个专身本, 但是我一直也没有机会进到学校里, 我想我可能也不太适合吧, 可能也会相看两身厌这种相互抵触的吧, 但是除了体制内的学校之外, 像一些私立的学校, 国际学校, 双语学校, 还有像类似比较冷门一点的那种, 华华德夫这样教育体系学校都有接触, 感觉好像到哪里都格格不入的, 然后就也确实很容易和群体发生理念上的冲突吧, 后来就想着那算了, 就没有继续同事艺术教育, 然后20年开始也因为一些变故, 就想着要不自己去做新创作吧, 然后结果就因为一个机缘巧合, 看到一个以前也没有什么看展览习惯, 看到一个小展览感觉好像自己也可以创作, 就后来也慢慢的自己去创作, 然后有自己尝试去做一个小的歌展, 然后在前年的时候, 然后去年的时候也有机会参加了两个群展, 但是我本来以为那可能会慢慢的变好, 因为不管是以前面对孩子, 跟孩子一起玩, 一起创作的时候, 还是后来自己创作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很有快感, 我觉得那是一种心流吧, 我有点分不清利比多, 多巴胎或者内飞泰和催产素, 但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像跑步啊, 可能一开始特别的辛苦, 但是跑到后面会慢慢的越来越爽, 我其实不太愿意动, 我这个人比较懒, 所以自己创作的其实也不多, 但是那个过程, 我一直是一个特别在意过程的人, 我一直觉得过程比结果的意义更加的重要, 所以就不太考虑, 不太现实, 说话别人觉得很假大空, 很抽象, 好像听起来都是那种很理论的东西, 但其实我也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去得到了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系统性的学过, 我只能先去做, 我也是做的过程当中, 可能看一些书啊, 然后我自己总结的, 但跟别人聊起来的话, 别人都没有,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嘛, 那别人不一定会选择去, 就是同样可以达到一个结果, 别人不一定会选择更加困难的那个, 那条途径吧, 嗯, 对, 不好意思, 我讲话容易跳跃, 然后, 本来以为自己创作创作, 虽然说不可能养活自己, 但是打打零功的话, 好歹还会好一些, 也结识了一些和我一样, 其实都是挺边缘的伙伴, 那现在回溯起来, 我大概可以理解, 为什么会不由自主的, 可能会选择到艺术, 包括去看一些人文社科, 我觉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 是格格不入的人, 是比较不合时宜的人, 和时代是比较脱节的, 然后可能比较, 逗的去, 愿一个客观现实, 但并不太了解, 嗯, 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现实, 每个人只有一个自己现实, 不太了解社会现实, 所以挺痛苦的后来, 因为, 因为,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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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一个, 求真务实的人, 你, 你, 你去做一个, 嗯, 还希望能够保持一些纯粹, 真诚, 但是, 可能会撞得挺头破血流的, 那我觉得我就, 一不小心就, 撞得挺头破血流的, 我没有办法去详细的, 讲述那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 现在的话就比较艰难吧, 因为, 我觉得好像没有办法继续去, 从事, 艺术的创作了, 也没有办法去, 嗯, 进行, 嗯, 可能自己的一些文字的创作, 也, 也, 有些人文社科的东西, 好像也, 不太能够继续去, 去看, 他, 但这些曾经, 帮助自己更了解, 自己内在, 也帮助自己更了解, 外在的, 途径, 我一直觉得, 可能是我人生当中, 找到的, 最宝贵的, 救赎吧, 但是现在我都没有办法, 继续去, 嗯, 继续去, 所以我觉得是, 有点, 动弹不得, 嗯, 所以, 我, 我, 我觉得可能是, 做困顿的时候, 特别的, 苦闷, 特别压抑, 我也不知道之后, 之后, 之后怎么样, 其实就是, 纯粹, 纯粹, 好像也是, 说, 说这话可能, 心里会好受一些吧, 就, 啰嗦了, 就说到这, 打扰你们了, 嗯, 谢谢, 对, 我, 我觉得, 嗯, 就是你说到中间, 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就是你说到说, 你觉得帮助小朋友, 会给你自己带来一种很满足的感觉, 你也觉得这很有意义, 但是后面, 当你进行其他工作的时候, 你用了很多负面的形容词, 形容自己, 比如说, 感觉自己很傲慢, 觉得别人的理念跟自己不合呀, 包括说感觉自己, 嗯, 就是, 自带呀, 这种好像融入不到, 就是, 整个的那个体系, 但我觉得, 就是, 这种, 看起来格格不入中, 其实是有宝贵的部分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 给自己肯定的, 就是, 我感觉这个是很感动我的, 当然我, 嗯, 因为你中间省略的部分, 就是说, 嗯, 你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的, 现在对你很艰难的, 但是, 我觉得想军说挺好的, 就是, 继续下去, 然后, 嗯, 我相信, 会变好的, 虽然这对你来说, 可能是一句很无力的话, 但是我觉得, 嗯, 中间的这些探索, 是很有意义的, 嗯, 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 谢谢啊, 谢谢你, 哈喽哈喽, 我聊一下我的, 我聊一下我的事吧, 就是, 嗯, 就是我刚刚听到那个人分享, 我觉得, 嗯, 有, 有, 有一点感动的, 其他的地方是在, 我觉得, 我觉得他很像我现在做的一些决定的, 嗯, 就是, 就是我前期听他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 我, 我, 我觉得, 我们前期有一些比较相似的心态吧, 然后, 我在听你前半部分的时候, 我心想, 我, 我, 我以后, 包括, 包括因为我这两天刚离职嘛, 我离职之后不会变成这样的人吧, 我很怕, 对, 说实话, 我很怕, 就是, 就是, 就是你, 呃, 就是我现在的状态也是属于那种, 呃, 我有我自己相信的东西, 我, 我有我自己相信, 能把我现在擅长并且做的东西, 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嗯, 就是我相信有些东西, 是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方式走出来的, 那我也相信, 因为我也是搞设计的嘛, 也是跟艺术站编的, 嗯, 我也相信我做的某些东西, 也是, 嗯, 嗯, 怎么说呢, 就不, 嗯, 就像你说的有点高傲吧, 我, 我觉得我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但是, 但是, 但是我, 我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词, 因为我, 嗯, 因为, 嗯, 因为这个词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我觉得, 就是只要, 嗯, 就举个例子吧, 就是比如说, 嗯, 比如说, 我有的时候平时会设计一些小的, 可能有一些创意的, 那有一些, 呃, 创意的概念, 有一些创意的概念导致有一些小的东西产生, 那可能它会有一些满足别人的行为习惯, 或者是改变别人行为习惯的一些小东西, 啊, 我自己做的其实是很自害的, 包括我一个时候参加艺术节, 别人, 少数人听到我做东西, 他们会觉得, 哇, 好棒, 或者是有些人听到, 会说, 哇, 好棒, 但是走开了, 有些人会说, 啊, 有些人会觉得, 哇, 就这种感觉, 就是它是反应是很多的, 但是, 我, 我, 我不喜欢傲慢这个词是在于, 我, 有的时候, 我, 我相信我可以做成, 是因为我, 我只相信那些相信我的人的反应, 我不想去看那些不相信我的反应, 或者是我不想去看那些, 我, 他们觉得我不好的人的反应, 就如果我只相信那些相信我的人, 导致我后面会走到一条绝路, 或者是走到一条你认为的, 呃, 就是没有办法带给自己生活, 并且是, 就是好像, 好像, 嗯,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一条, 嗯, 嗯, 很好的路, 或者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 嗯, 就是, 就是我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因为我还没有走到你那一步, 嗯, 嗯, 我很怕, 我很怕自己会有你这样子, 你目前这样子的心态, 我觉得会,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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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受打击, 我是这样觉得的, 但是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会走到你这一步, 嗯, 我也有点混乱, 不知道难能不能帮我组织一下, 我理解你们的那种, 其实我觉得, 这个, 就是刚刚刚提到的那本书的中间有一块是呼应的, 就是, 就是是很难的, 这个过程是不那么轻松的, 是要经历很多真实的东西的, 就包括刚刚, 嗯, 嗯, 这位朋友, 就我朋友嘛, 他是旭, 就是他说, 嗯, 他做的很多东西, 这个东西是你花真心去做的嘛, 然后你拿到市场上, 啊, 你发现有那么多种声音, 然后那些声音, 甚至有些那些表情其实是伤害到自己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真实的声音, 这个声音, 就是它会给你一种, 一种很重的影响的, 就是你花费真心做的东西, 然后去放到这个社会上, 你去听到别人怎么说怎么看,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 然后他们会直接影响你, 因为这个作品是你通过你对世界的理解, 然后你真心的做出来的这个作品,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嗯, 虽然他有的时候你面对不那么好, 多的声音的时候会打击人,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多人都没有的, 这过程是很多人想体验都体验不到的, 当然, 嗯, 我其实能稍微感受到就是包括在前面的那位同学说到在创作的过程中, 很有可能就是, 嗯, 收获, 怎么说, 没有办法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很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 我觉得它很有意义, 我只能说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 嗯, 我觉得是值得做下去的。 其实我想起这个书里面还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吧, 就他还举了个, 这好像是一个实验, 就是让小朋友去画画, 然后一部分小朋友就让他, 就是自己去画, 让他们沉浸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 然后一部分小朋友会给他们一些奖励, 就比如说他画, 画的什么样就给他一定的奖励, 那结果到后面就是发现, 就前面那个纯粹画画的那小朋友, 他是可以一直在, 就是单纯因为画画这件事, 可以带给他很多的快乐, 但是后面这一组小朋友, 他们之后的创作也好, 或者画画也好, 他就完全, 就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需要寻求外部反馈的, 这样一些东西, 他可能就, 他自己可能就本身就没有那么喜欢画画, 他纯粹是为了这些奖励, 而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刚刚若南那一点, 说得挺对, 就是可能大部分人都是, 工作也好, 或者做一件事也好, 他可能有很大的因素是, 需要一些外部的反馈, 但是有少部分人, 他就纯粹是因为喜欢这件事, 纯粹就是做这件事, 他就感到满足幸福, 其实就在世俗意义上来讲, 可能后者会觉得他比较失败, 或者是, 就假设是他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 或者没有出名,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样比较失败, 但实际上我觉得从个人角度来说, 他其实是更加幸福的, 虽然他可能在其他, 比如说生活上面, 或者跟其他人关系上面, 他可能会有影响, 但是单纯从他做这件事, 他是比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到幸福的, 对, 当然这个就是会有风险, 尤其是你跟周围人的关系, 或者你假设需要一定的, 前来维持生活的话, 这里面确实这个矛盾也是很真实的, 但我觉得那种感受就是纯粹是为了这件事而开心, 或者为这件事而幸福, 这种感受还是很珍贵的,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邪阳君说, 如果是只是自己的话, 就是自己感觉到满足就可以了, 这样一个状态, 你觉得是好的, 对吗? 你觉得是非常棒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他如果在不影响你与周围的人关系的情况下, 我觉得是好的, 但如果, 我听,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 虽然我十年前可能就想看, 那本书里讲的是, 如果自己跟外界, 或者说跟世界, 跟他人建立起联系和关系, 是自己工作的一个动力, 或者说正是因为自己跟外界建立起了一个联系, 所以自己会感觉到工作的幸福和意义, 对, 是这样子, 那这两者会冲突吗? 这两者我觉得不完全冲突, 就是因为你沉浸的这个事, 他可能也是, 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位朋友, 他如果是喜欢教育这个行业, 或喜欢就是跟孩子在一起, 那他这件事既是他觉得自己很好的一件事, 那他也是可以给别人, 就是也是给别人带来服务, 或者是给他们带来价值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完全冲突, 然后如果假设就是, 比如说你就喜欢画画, 然后你也不在意这个画要卖出去,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就自己沉浸在这个绘画中, 然后你觉得非常幸福, 我觉得他也是可以的, 但可能相比较而言, 就如果这件事能有公共价值, 或者能给别人带来价值, 肯定是更好的, 这是我的观点。 因为我之前, 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职业, 然后我发现, 当我在做自由职业的时候, 我周围是非常空的, 就是没有人跟我讲话, 我只是一个工具, 我只是一个写稿的工具, 然后我感觉到非常大的孤独, 因为我得不到工作带给我的意义, 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机器, 是一个工具, 所以我没有办法感觉到那种自我沉浸, 然后若南今天提出来一个观点说, 工作其实是一部分幸福感来自于, 你跟世界和他者建立联系, 我突然就顿悟了, 我觉得好像是这样子的, 就是当, 比如说, 就是当我被一些, 我赚了多少钱, 然后我因为我的工作的不稳定, 而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 就是这对我是非常焦虑的, 但是当我把工作认为是一种关系, 就是对我跟他只和世界关系建立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好像思路清晰了, 他最后其实是一个关系, 最后他虽然只向自我, 但是他是一个关系, 然后我就在想, 为什么大学老师没有办法, 或者说那个作者在智库工作, 是没有办法带他正向反馈的, 是因为不管是大学老师也好, 不管是白领工作也好, 他其实都是在一个庞大的, 就是体质和机器里面, 所以他没有办法像, 像是传统的手艺人啊, 修理师啊, 这种点状的, 就是不是像一个大的体质和机器那样运作的, 这样一工作模式, 所以他是可持续的, 我觉得啊, 反正我觉得, 小阳俊刚才说的那个, 他说, 他觉得沉浸在一件事情之中, 如果, 就是, 他觉得也挺好的嘛, 但是我就是觉得很难, 对我来说, 我的经验就很难, 比如说我喜欢写东西, 然后我在豆瓣上, 豆瓣上发发来发发去, 豆瓣上吧, 也没有人认识, 就是, 他就是一个消遣, 对我来说, 可能我还没有那么高的追求, 就是, 就是, 他是一个无伤大雅的东西, 我写也好, 我不写也好, 他好像不能真正动摇什么,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像是修理工啊, 如果你能真正解决一个问题, 包括是, 你搞砸了, 你, 你搞砸了, 然后别人, 拿着, 拿着斧头来砍你了, 就是这种很夸张的方向, 我觉得, 对于一个人来说, 是一种很强烈的体验, 就是说, 啊, 我下次工作的时候, 我一定要小心这个这个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很真实, 很有利的东西, 他, 他建立了一种连接, 然后包括你说大学老师, 我之前不是也看到, 有大学老师, 包括我那个之前的同事啊, 那实际上他很厉害的, 他在那个复旦读研究生, 然后毕业了之后, 他就去, 去, 他现在我们公司实习一段时间, 他就没意思, 他就当老师了, 然后他就教那个小朋友, 然后那个小学校有个规定说, 小朋友中午睡觉, 不可以起来上厕所, 他就觉得很无语, 他去小朋友上厕所, 没有办法自我控制啊, 他就不管嘛, 那小笨上厕所他就让他去, 然后他校长就说他, 你们班是什么全校最乱的班级, 然后他在这种混沌之中, 我觉得, 就是, 他的工作其实是有意义的, 他, 这个祖国的花朵啊, 他在这个, 这个, 他在培养他们的, 包括自由啊, 包括这个什么也好, 但是那个体制, 我觉得学校的这个体制是很大的, 包括那段时间就是疫情嘛, 那个体制的压迫更大了, 给他带来一个很痛苦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也跟另一个事情有关, 就是那个全局的掌握, 刚才不是有一个同学分享吗, 说他做设计, 他的工作很完整, 这个我觉得很有帮助, 就是修理工他, 他的工作也很完整, 他可以把握自己从开始到最后, 但是老师, 除了做家教啊, 做什么, 当你带一个体制里之后, 我觉得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这种的痛苦会多一点, 对, 我觉得是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当老师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所以我还是很支持你当老师的, 好像有一个, 谢阳君说有一个老师, 是在高校工作, 我可以让他聊啊, 对对, 就是得业图, 是, 能听好我声音吗, 可以让他讲, 那我就直接快进去吧, 就先不说那个屏幕上的那个第一个问题了, 现在这个, 像高校老师的话, 就是有一方面的问题是, 像有一些这个教学岗位, 他确实是这个, 收课的课时要求太高了, 这样确实会, 带用很多老师的大量的这个时间, 但是确实从这个整体来讲, 高校老师是一个, 比大多数人, 甚至比很多高校老师, 自己想象的都自由的, 多得多的这样一个行业, 很多人觉得他不自由, 或者说觉得这个高校老师, 受到这个体制很多限制, 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人, 他可能自己, 不是很适合这个高校的工作,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 你们可能能从我这个角度去感受, 就是现在最近这几天, 就刚下了这个国家设客基金的这个申请, 国家设客基金就是咱们国家教育部, 搞的这一套这个一个基金支持, 然后全国的这个时间的, 所有这个可以报名的老师, 全都要报, 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时候一个学者, 作为自身来讲, 你报什么主题, 完全都是自由的, 你这一个主题, 你报这个国家级的设客基金, 你可以补重的话, 你可以去报这个, 其他更低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基金, 甚至什么都不重的话, 至少还最后还有校级, 就只要是一直想搞学术的话, 其实只要在这个, 法律允许的这个范围内, 每个人都有特别的多的这个空间可以做, 当然这个, 对到我自己的这个岗位的话, 我感觉虽然这个工作才有一, 还不到一年, 但是其实还是能感受到这个和以前在企业, 和这个以前在企业工作相比, 能感受到有更多的这种自由, 我可以问一下, 你现在是在双飞院校吗? 双飞就是不是双一流是吗? 对, 你现在是在双一流, 211还是在双飞啊? 应该是算双飞, 哦, 明白, 好的, 您继续, 我就是问一下, 对, 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是双飞, 所以这个就是没有进入他们那个特别远的那个打, 还是虽然学校也有这个各种各样指标要求, 但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还不是特别的累, 你就自己想多搞学术的话, 就多搞, 像不想多搞的话, 少搞的话, 工作也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因为这个我这个是那个研究港, 就课施要求比较少, 行政上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高校老师他就是, 他这个性质就是, 如果你一个人真的适合这个学术的话, 那么你在这个高校这个系统下, 实际上国家永远都是非常非常支持, 包括国家也好, 包括这个小的单位的领导也好, 大多数人都是支持一个人去让他去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 但实际上这个事实情况是什么样的, 很多这种这个国内外一流高校出来的这个高校老师, 他对自己的专业没什么兴趣, 这种例子特别特别的多, 我是什么专业方向的, 这得简单介绍一下, 我本科是这个, 在东北大学的这个软件专业, 然后硕士博士就学的这个朝鲜语, 然后现在是在朝鲜语之外的别的少数运作语言的机构工作, 就是语言学方向吧, 所以我们这个方向, 你人真正进入到这个专业, 进入到这个工作岗位当中来, 就会发现实际上你最后到工作岗位上来之后, 发现这个赛道人特别少, 发现原来全中国没有多少人去竞争, 想进入到这个岗, 这个行业, 也没有多少人想进入到这个岗位, 而且你进来之后发现, 就真正进来这个岗位, 这个行业的很多很多人, 尤其是不在这种, 特别这个卷的这种高校的人, 就很多人实际上他对这个研究可能兴趣不大, 生活过得也比较优先, 这种例子都很多,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因为读博也好, 还有这个当大学老师也好, 他主要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长期这种时间成本, 好像是, 我感觉刚才说话的好多人可能年龄比我还要小一些, 像我现在是这个32周岁, 在这个社会上来看, 可能处于一个年龄已经很不小了, 如果是没有稳定工作, 就需要比较焦虑的情况, 但是在高校来讲的话, 32周岁是一个比较小的这么一个状态, 几乎很多这个怨气的话, 像达到这个年龄, 就几乎都是这个最年轻的老师, 所以这个由于这个有巨大的时间成本, 导致这个选择就很难做, 就是如果是很多人他在这个本科结束之后, 短期之内想进入这个这样一个路线的话,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机会的, 但如果工作几年之后再想进来, 那么这个时候他主要的在中国要付出的这个成本, 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成本, 除了时间成本之外, 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智力, 和自己对这个对自己的这个对某个方向的这种, 这种信念或者欲望或者是理想, 他有信心的话, 那其实在这个去搞学术也好, 就当高校老师也好, 或者说像这个习洋军, 我觉得习洋军其实比我看起来更像这个大学老师, 说话特别有那个有那个大学老师那个感觉, 哪怕是或者是从事一些自由的专业, 但是具有这种很高的这种专业素养, 其实我觉得还是都是可行的, 像如果想正式当这个大学老师主要问题, 还是这个时间成本比较有问题, 大家如果想跟我交流的也可以, 在这个空档呢, 我想再说一些其他的这个屏幕上的一些东西, 这个最近一次心流, 这个我感觉特别有意思, 我感觉大家好像这个生活节奏跟我可能不太一样, 我最近的好多次心流都是这种玩的这种过程, 有一个游戏叫潜水源代夫, 每次打开之后基本上不控制的话, 可能这个七八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个应该是也属于一次心流, 或者是或者是拼模型, 可能拼的比较爽了, 可能也会几个小时过去, 然后最近进到咱们这个打卡群之后, 开始就强制性让自己尽可能多读一些书, 但是读书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这个很快乐的, 有些书读起来特别的需要消耗这个心力, 但是有少数的这个书读起来实际上是这个, 反而是非常非常的流畅, 可能跟那个我自己的这个个人属性啊, 还有书的这个性质有关系, 最近读的速度最快, 读起来最爽的这个书是, 如了发尔纳的地心游记, 这个地心游记基本上就是打开之后就很快的就给它发完了, 整个过程特别的流畅, 所以这个书可能也就是像这个工作一样, 可能每个人他适合的这个东西可能有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能找到这个适合的, 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慢, 然后第三个, 第三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没有什么谁的生活是我想过的, 这么说可能对大家来讲可能感觉有点冒犯或者有点不友好, 我感觉我的生活是我能预想到的最好, 就是怎么说呢, 就感觉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主义的人, 是一个非常天真, 而且在大多数人眼里也没有受有什么社会的毒打, 然后做了一次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冒险的选择之后, 然后又经历了九年时间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艰苦的过程之后呢, 然后就有了这个工作, 刚开始工作几天感觉面临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 它随着融入到这个国内这个环境之后呢, 慢慢的很多这个困难给它克服掉之后, 然后就能找到这种再慢慢的怎么去挖掘自己去实现自己想法的这个空间, 我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去参加各地的这个学会, 每次去参加学会, 然后可以认识很多新的人, 然后可以这个应该遇到新的人去聊一些各种各样的新的故事, 这样能在这个地球上产生各种各样的这种各种点吧, 然后慢慢很多很多点之后呢, 那可能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慢慢就会形成一个越来越具有个自己个个人属性的这样一个网, 那么这个就是我对生活的一个愿景吧, 就是希望这个短暂的这个生命流逝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从各种各样的角度, 先慢慢的创造出点, 然后通过这种点, 然后给它连接起来, 形成一个时间和空间上面的这样一个比较这个立体的一个生活和创作的这样一个轨迹, 然后大家还有什么想交流的话也可以。 我想说你真的是, 我应该要向你学习, 因为你是我身边为数不多读完博士, 还如此心理健康的人。 我心, 我是心态比较好, 但是心理是不是很健康的, 心理应该是相当不健康。 完全没有看出来, 反正我现在是对, 就我刚刚问你, 学校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只有在双飞或者二本, 甚至大专才有可能实现你说的那个状态, 就但凡是双一流, 一般都是飞升级松, 然后我就觉得整个体质就是太庞大了, 然后我们在里面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 嗯, 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是飞升级走的话, 我现在有好多朋友, 他们那朋友圈每天都挺惨的, 感觉, 也不敢问。 但是其实我觉得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 就是因为这个人有一个特性, 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受到这个苦难的话, 他往往会选择在很多时候放大这个苦难, 因为这个没有把这个苦难给表达出来的人, 他就可能就不发捧拳了, 或者就不让人们感受到他在经历什么, 但是往往这种苦难是比较容易, 这种信息和情感是比较容易外露出来的, 所以当然社会本身这个艰难是肯定确实存在的, 但是可能也由于这样一个原因吧, 这苦难的氛围, 这种氛围, 很多时候在这个人们生活当中比较容易感受到, 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屏幕上的这个第三个问题, 如果说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寻找那种身边看起来最积极的人, 我觉得是特别特别的好。 我在上学的期间, 像我的指导教授的话, 我就觉得他很多时候特别的积极, 他的这种积极实际上有的时候一种, 是一种旺果的就是不顾生命的这样一种积极, 是非常极端的, 所以实际上并不适合很多人去这个学习, 但是他积极的这个, 这个点我觉得很值得学习, 他从来不抱怨, 遇到任何苦难的都是, 自己冷静一下之后, 然后去想这个解决方案, 然后不停的妥协, 跟学生吵起来了, 然后他自己就想一想, 我怎么妥协一下, 看看学生能接受, 然后跟大卫同事有矛盾了, 也想一想怎么妥协一下, 把这个问题解决, 还是比较注重实效, 然后他最终的想法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自己在这个社会当中用自己的方法, 不停的这种用各种技巧, 这生存下去之后呢, 最终的目的还是, 有一个学术上这样一个大的愿景, 就是他像他的话就是, 他是朝鲜语专业老师, 就是怎么样尽自己的努力, 让这个朝鲜语研究, 能够这个整体的这个知识上, 在人类当前的这个知识范围内, 怎么样让他更往前走一步,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学术生涯, 能够为这个学术界呢, 留下一些这个, 让后人能够利用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资源的信息, 他有这样一种非常理想主义的一个愿景, 然后在这种愿景下呢, 去指导自己这个看起来, 非常这个混乱不堪, 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这个, 离谱的, 混乱的, 就这样一种这个现实生活, 我是不会像他过得那么混乱的, 但是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就导致这个, 导致现在, 不管这个心态有多少狗, 但是就是感觉就是人已经达到这种, 怎么也死不掉的这种感觉, 不管有这个有多惨, 那一想到自己这个理想吧, 感觉还是得这个冷静一下, 或者说想一下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可以理解就是, 德国图老师, 因为是对学术, 或者对你的这个研究方向, 还是非常有热情的, 所以他可以, 就是帮你去, 怎么说, 就比如说在这个环境中, 如果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你是可以去应对的, 然后有很多, 比如说像你说, 在高校这个行业中, 很多老师或者他做这个学术, 其实只是单纯的, 就像打工一样, 对这个行业没那么的热情, 所以可能也更难坚持, 或者会更多抱怨, 就像我们单位的老师聚餐, 大家都在分享自己有多么渴望退休, 也是这么一个氛围, 明白, 那其实对, 其实这还蛮难得的, 包括像你说的这个导师, 就是想让自己这个学术, 在整个人类的这个知识中, 往前推一步, 对, 今天周日我还到这个单位, 帮他这个改了, 补充了他的这个论文内容, 改了得有三个小时吧, 那没办法嘛, 都已经答应了, 不得不在周日帮他改一下, 好的, 那我暂时就说到这里吧, 嗯, 好的, 感谢, 而且德热图老师也非常喜欢读书, 在那个读书打卡群, 咔咔打卡, 看看若南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对啊,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今天, 对我来说一个挺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 就是看到了人生有很多种可能, 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困顿, 你可以看到有的人想改变,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有的人真的很享受工作, 这个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的, 知识的补充, 就是视角的补充, 因为我感觉在我的工作中, 就是, 真正的享受工作的人, 我觉得, 不多, 哪怕是很厉害的人, 有多不多, 可能跟工种有关, 所以我跟那个风景说, 说我非常支持你做大师老师, 不是, 是因为从我的见解来看, 我觉得做老师, 就是, 嗯, 可以跟同学建立一点解, 然后, 嗯, 或者是你对学处理追求, 或者是怎么办, 就是, 我觉得是一件比我的工作更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那个, 最后就是, 嗯, 大家如果对我们的所有的相关话题感兴趣的话, 都可以, 加祥君的这个, 嗯, 小助手的微信, 然后, 嗯, 可以扫码进去, 这样就有更多的, 嗯, 分享内容, 可以及时的收获到信息, 那没有其他想说的, 就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